为推广客家文化并且串联纵骨客庄特色 2024纵骨客运季系列活动将安排在花莲谢客庄五乡镇各办理一场次的活动 而花莲县府客家事务处特别在县府大礼堂举办记者会 宣告活动热烈展开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花莲玩 在客家姐妹们以活力的舞蹈让现场的贵宾感受到客家人的热情 并在县长徐振卫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健以及贵宾们的击骨仪式下 宣告花莲县2024纵骨客运季系列活动将热烈的展开 3 2 1 1 请击骨 2024纵骨客运季热热热的场 为了顾及花莲县北中南三区的发展 今年纵骨客运季系列活动安排在花莲市 吉安乡 寿逢乡 凤林镇 瑞瑟乡以及富里乡举办 而富里乡城市也已经在3月半里结束 也获得相当大的回响 县府客家事务处表示 活动举办就是希望民众更能认识花莲客庄文化 7月27号 第一 日出大道 这场很特别的是 是晚上办理 晚上 安不得 六点班都八点班 第二道老他家伯克斯 这一场呢 我们有特别邀请到 法国布列塔尼的一个外国朋友 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在日出大道 当然这一场的活动也会很精彩 精彩到什么程度呢 会比照古王争霸的一个值非常的高 县长徐贞卫也表示 客庄文化需要结合观光旅游 打造整个观光文化产业链 持续传承延续客家文化精神 种苦客运季是从我们的古王争霸延伸下来的 那也希望这个有着古王争霸的核心 然而能够把他的这个文化艺术面更广 所以走出了复原 走到各乡镇去结合我们地方的不同的风土 不同的特色 然后我相信在这个活动当中 成为系列活动 也可以跟我们观光旅游先来做行销 我相信只要有市集的地方 只要有展演的地方 就有经济文化的产生 2024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 从7月份开始到10月 各场次办理时间地点以及内容 民众可以上脸书搜寻 纵谷客运季的粉丝专页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